布丁他被重重地打了一个额挂 他的参谋总长 在这方面太过于舒服了 不然一千个人哪有多大的战力 俄罗斯为什么要撤退七万多人 要让大部队进来 也就是要打一场很残酷的战争 会在书甲市来发生 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弦线 全球各地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叶思敏 两岸大事国际政经军事脉动 深度剖析打开视野 节目开始欢迎嘉宾参与讨论 首先欢迎前立委蔡正元委员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政大国关中心研究员颜政生老师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军情与航空网站主编施校委主编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晚安 好 国家朋友今天节目一开始 我们来关心到的是 因为俄乌战争现在有了最新的一个发展 我们来看到现在最前线的状况 是乌克兰的军队持续地入侵 在俄罗斯西部的这个地方 库斯克州 好 画面上我们特别看到 乌克兰就位在这边 这边俄罗斯嘛 库斯克州就是未来俄罗斯的西南部的这个地区 我们做一个统计到8月12号为止 连续6天了 全球出乎意料 乌军就这样棋息式地打进了这个地方这么久 最新消息有三个战略指标 我们要带你一起来深入战场做了解 第一个我们来看到是俄军的部分 目前得知已经从边境是撤出了76000人 其实数字不算小 第二个我们来看到乌克兰的第61机械化宣称 俄罗斯的库斯克州的苏甲区已经被乌军给完全控制了 包括当地的天然气工业的公司都已经被占领了 苏甲这个地方之所以这么的重要 是因为根据统计光是在去年就有146亿立方公尺 俄罗斯的天然气其实就是透过这个地方去运网 攻击给欧洲国家的 第三个我们来看到再来是俄罗斯它的核能机构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的公告做了一个警告 战区附近的库斯克的核电站现在面临 他说直接的威胁 好这个核电站还是俄国三大核电站之一 重要性不可言喻 乌克兰这波袭击有精准打击到俄罗斯的这一些 我们刚刚看到的重要要害吗 今天我们请专家一次先解读 我们先来看到现在乌军看起来已经完成了一些阶段性的战果 乌军也宣称他们是有一千人的部队打下的 真的有可能吗 西方媒体说乌军这一波是在为自己谋取一些谈判的空间 还是背后其实有其他的原因呢 为什么要打得这么的辛苦 真的只是为了争取谈判空间吗 委员怎么做这一些解读 我不认为这是一个谈判空间 我认为应该是要减轻在哈尔科夫战线不利的时候要减压 以便让俄罗斯把在哈尔科夫附近的部队抽调回去 苏甲地区 因为这两个地方很近 大概两三百公里而已 顶多就是大概是台北到台南吧 所以应该距离不远 但是如果是把哈尔科夫的部队调到苏甲的话 那很显然的 这个现在已经被围困在苏甲的 这个乌克兰部队进也进不得退也退不得 就有往后撤了这个机会 基本上是违未救灶 就是乌克兰的精锐部队卡在哈尔科夫 动不了 所以如何把它撤退以后 送到这个东部跟南部去 拯救他们已经被这个俄罗斯军队 杀了这个这个片甲不留的纽约等等 应该是这个战略 那再来苏甲 我觉得我们新闻媒体在报导 我们赶快注意一下 比如主要例 我们台湾宜兰县有个宜兰市 我们讲宜兰 到底讲宜兰县还讲宜兰市 目前他们净打下来是宜兰市 不是宜兰县 两个都叫苏甲 它的县叫区 比如他们叫苏甲区 很大 对类似这种 苏甲市很小 刚好在西南部 是最靠近乌克兰的地方 这个市有多小呢 它只有7000个居民 所以1000个军队去打7000的居民 再加上民兵 民兵能够挡三天就很不容易了 然后整个宜兰县 它的人口大概有将近4万人 就是苏甲区有4万人 然后这个苏甲市 只有七八千人 那现在它攻占的是苏甲市 不是苏甲区 那苏甲区面积比较大 有你所讲的这个什么核能电站 有你讲的这个天然气 这个生产事业 那苏甲市里面只有天然气公司的办公大楼 老大听懂这样 因为你不可能 因为苏甲市就是苏甲区的行政一个中心 可是大部分并没有住在苏甲市 就像说伊兰也有罗东 也有树澳 也有那个 我们经常洗温泉了 这个是什么 郊西 郊西 对 我这样讲大家就会比较清楚说 他1000个人怎么能够打下这么大的一个苏甲 没有 没这回事 那俄罗斯为什么要撤退7万多人 他是把苏甲区跟旁边一起撤退7万多人 是什么意思 要让大部队进来 也就是要打一场很残酷的战争 打一场很残酷的战争 不过这里面最重要的损失只有一个人 就是普丁 他被重重的打了一个耳掛 真的 他很丢脸 怎么叫做丢脸 那个防御的部队都没有 这表示说 他的参谋总长 还有他的国王部长 在这方面说 泰国也舒服 还有他的前线的总司令 泰国舒服 所以不然1000个人哪有多大的战力 1000个人如果在纽约 我现在讲纽约不是美国纽约 是这个乌克兰的纽约 或者红军村 那1000个人根本不算什么 不算什么 你说再继续要部队 其实也不算什么 所以大家把这事理清 就可能会有一场很残酷的战争 会在 苏甲市来发生 好 所以我们现在看起来 这个扩散的面积还不算大 就是区区的一个苏甲市里面而已 但是普丁确实刚刚如委员讲到 已经就是非常非常丢脸了 观众朋友又如何看 来跟我们留言做讨论 接下来普丁可能会 怎么样来讨回面子 刚刚委员就帮我们预告了 可能接下来会有一场 比较激烈的战争 你又是怎么想 跟我们留言做讨论 我们来看到这个是前乌克兰的国防部长也透露说 其实这场攻击 就是越近的这场攻击 要攻击这个库斯克州的计划 早就已经制定了 那俄方目前又有哪一些动作呢 这是来自于美国政策研究机构 战争研究所 他引述军事专栏分析指出 俄罗斯军队正在调动 好我们来看到呢 曾经参加五月对乌克兰哈尔科夫州攻击的这些部队 那他预估这些部队如果现在之后 移到了最前线去的话 就会产生激烈的战斗了 我们来回顾当时在哈尔科夫 五月到七月的这场战争 俄军当时是以两个主力 一个是摩托步兵旅 一个是炮兵旅为主力 动员边境兵力达到三万人 在哈尔科夫距离库斯克州 大约三百公里 我们现在看下来 接下来俄军可能会以哪一种方式 哪一支禁旅来前置乌军的这一种突围呢 双方大规模还会发生更大的一个战争 F16会不会在这个时候又再次的派上游场 邵伟哥怎么看 其实这次以战术的角度来说的话 乌克兰的确表现得可圈可点 为什么 因为其实俄军的主力 基本上已经完全被吸在哈尔科夫州 以及东乌的这样一个部分的作战 再加上之前 其实因为乌克兰的部队 曾经多次试图要进攻 包含在哈尔科夫周边的俄军的阵地 那同时俄军也为了故意 就是说他要能够从哈尔科夫的西北面 然后要超近乌克兰这个领土 所以其实俄军基本上已经把这边原本的 边防这些重要的包含阻绝地雷等等都移除了 等于说他自己创造了一个 可以让乌克兰可以突破的空间了 那现在乌克兰的军队 当然就毫不可以继续地冲进来 对我们这些玩军事的人来讲 库斯克在这个战史上可是大大有名的这个地方 对人类历史上发生过最大规模的一场战斗 就这个战斗就发生在这里 1943年7月当年德国用两个集团军 想要夹杀攻进库斯克 南边是南方集团军 北边是中央集团军 加总起来双方集中在这个区域里面战车 最后加总超过一万辆 那甚至于当年这个俄军为了要阻止德军 南方那个精锐的那个党卫装甲军的这个装甲部队 向北边进攻对不对 进攻库斯克 还动用了这个史无前例 动用这种战车肉搏战法 什么叫战车肉搏战法 就把战车开进去 然后呢也不管旁边有没有步兵 就直接这个一个旅40辆 40辆直接朝德军的这个阵地冲过去 然后德军的这个战车就排成一排 就像远程打法一样 把这些俄军一辆战车 一辆接着一辆把它挤毁 然后挡下三到四波的这个俄军的这个战车肉搏攻击 对 所以当年这个地方 所以一讲到库斯克 哇 所有这个对于这个战史有研究的朋友都兴奋起来了 为什么 因为这个战争的确在当时来说 是一个非常具指标意义的这个战争 当年俄军 然后俄军挡住了这个红军 挡住了德军的攻势以后 接下来就一连串的这个战略大反攻 那所以这次在库斯克这个地方发生这个战斗 也让他想 是不是有可能成为这个乌克兰扭转战局的一役呢 我个人觉得难度是很高 为什么 因为其实乌克兰现在相对来说 它的这个兵源的确已经不足 它这次抽掉 虽然号称一千多 但是我觉得能够造出这么大的这个战果 绝对不止一千多 那我刚刚前面讲 俄军因为好 为了在这个地方 要事前制造一些突破的这个机会 把一些边防的这些 包含这个地雷等等的都拆除了 也让乌克兰能够有机会这样 趁戏这样摸进来 对 而且乌克兰攻进去的时候 他也没有说一个主攻部队 就直接朝一个点直接冲过去 而是他采用了一个 前苏联时代那种所谓的 机动穿透式的这个打法 也就是我在多点进行 刺探式的这个突破 然后发现这个区域的防御最弱的时候 我就集中兵力从这个地方冲进去 然后把那个战线撕开 然后创造比较大的战口 所以你看 那个目前乌军 清到这个库斯克州 这个边境的这个地区 深入大概三十多公里 基本上就是用这样一个传统的 苏联式的这样一个战术跟打法 但其实这个战术跟打法 对于这个乌克兰军来说 也是有弱点 因为首先我刚刚讲 他的兵源不够多 他这样用类似孤军深入 以及扩展战线的这个方式 如果俄罗斯在这个时候 及时能够找到 这个填补战线的 兵力立刻回来的话 那双方其实可能就会有一场激战 不过当然也因为我们刚刚讲到 现在在这个区域 由于当初俄军自己 那个疏忽等于说把这个区域的防务 也松懈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次美国援助 或者说西方援助 那个乌克兰的这些精准武器 又有点重新发挥效益 像比如说前几天 俄军有一个营 他们搭了这个车辆 要准备去集结 去那个战场协助攻击的时候 被那个乌军用那个HIMARS火箭 整个营通通端掉 为什么 因为HIMARS发射出来是那种子母弹 就是上空爆炸之后 很多小的那种子弹 散出来 把人家一整个营 就用这个HIMARS消灭光了 所以其实你看 那个俄军在这些年 的确他在打仗上有一些进步 但是这种地方还是 不可避免的犯了这些错误 那为什么 我们刚刚讲的这些HIMARS 在这个时候 居然又能够重新恢复 发挥作用 因为可能俄罗斯在这个区域 把那个GPS干扰器 没有布放的像在东乌克兰境内 那么密集 所以你看让那个 乌克兰的那个GPS导引武器 又重新派上用场 但是我觉得就是说 这场战役来说 的确就像蔡委员所说的 对乌克兰来说 是要有一个谈判的筹码 因为现在你看 整个西方世界 对于厄乌冲突 已经延续了两年多 然后到现在 这个就是不死 不活 不上不下的这样一个态势 那对于很多 在那个经济上 或军事上 持续支援乌克兰这些国家 越来越撑不下去 你看像拜登 拜登 那个如果说 拜登他本身是 那个支持乌克兰的 但是如果万一是好 类似像最近政策 这个川普赢了嘞 那这个时候好 那个对于这个乌克兰来讲 就是国家的危机了 所以他们可能是希望在 9月10月 特别是10月 开始冰雪 重新 这个冰封大地之前 能够夺取一定程度的 这个领土 然后呢 跟俄罗斯 才能够在谈判桌上 有谈判的空间嘛 要不然你说今天你俄罗斯 占了乌克兰 18%到19的领土 那我乌克兰手上 什么都没有 那你说今天要停战 那当然对于乌克兰来说 是一个一面倒的 这样一个态势 他当然也需要去改善 这样一个态势 那当然至于F16 会不会用在这个区域里面 我个人觉得 因为其实现在 以俄罗斯来说 他现在接下来会用 他的这个空间军 就是俄罗斯的空军 全力要使用 这个空间军来填补 在地面部队 还没有来及之前 等于说俄罗斯 唯一能够挡住 这个乌军攻势 基本上就要靠空间军 做那个战场密接支援 这样的任务 所以这个时候F16 有机会在这个区域里面 能够有这个掌握 因为相对来说 不过我觉得 派上用场的这个时机 可能还不会那么快 因为毕竟这些飞机 刚到乌克兰 飞行员有没有那么熟悉 这款装备 还需要一些时间 可能还要假以时日 乌克兰的F16战机 才有可能会投入 对俄罗斯的 这样的实际作战之中 好 不管怎么说 这个库斯克州一役 对于乌军来说 就是战略上面的胜利 不过他们现在的 这个劣势 就是兵力还是不足 但是绝对 对他们来说 已经赚到了一个 谈判上面的筹码吗 我们等一下 持续来做讨论 这一位持续来看到 是白俄罗斯的总统 卢卡森科 他在白俄罗斯 东部的会议上面 特别说 乌克兰攻击俄罗斯 库斯克州期间 还侵犯到了白俄的领空 所以他说 总共统计十多架 无人机侵犯于 这个俄罗斯 尖狼了白俄的领空 所以在白俄的部分 他们就用 他们的空防部队 把树架 来自乌克兰的飞机 给摧毁了 那外交部也召见了 乌克兰临时代办 要确保这件事情 他说不能够再发生了 我们看到 卢卡森科 他的态度 还有动作上 非常的强硬 就直接击落 乌军的无人机 但是一直挺 乌克兰方面的 西方阵营 包括北约 德国 美国 这些国家 针对这一场战役 都没有表态任何的声音 他们到底真实的态度是什么 还是他们是在观察 这个部队能够达到什么程度 老师怎么看 第一个 就是美国跟北约的盟国 都过去曾经讲过 就是他们会支持乌克兰 对抗俄罗斯 但是不希望乌克兰 就是进攻攻入俄罗斯 但现在看起来 已经在库斯克这一个战役 就是乌克兰已经进去了 但是他们也不是说 一定是会公开出来反对 他们可能默许 为什么 就像刚刚我们两位都有提到 就是你马上就要谈判了 如果要谈判 大家都会有筹码 我最记得 当年这个小布希 要从伊拉克撤出来的时候 他先做了一个什么动作 叫做search 加强兵力 就是我攻击一批 占领一批 然后我表现的是 我有这个能力 进展了之后 我再退 而不是像上次阿富汗 被人家感觉上是节节败退 所以这个就是 美国要退兵的时候 有的时候是先进攻一下 表示说 我不是被打败才退兵的 那乌克兰我觉得 大概美欧国家也默许它 这个就是我没有公开喊说 你应该可以进去 但是如果你真的进去 我也不会批判 那大概就是这样 那我觉得今天对美国来讲 特别对乌克兰来讲 马上11月大选 万一是川普上来 共和党赢了 我们没得完 而且如果今天川普又不是 状况不是很搞 换了这个我们讲 这个JD Vance 更糟 比川普可能还要 对乌克兰更没有情感的话 那乌克兰怎么办 所以可能会被迫谈判 但是我先争取筹码 然后让我的谈判能够好一些 我们看到就是现在的情况 我长期一直在强调 就是如果今天占领了 这个五六分之一的领土 俄罗斯占领的 有些不是在传统的 特别我们讲的乌东地区 它在乌南其实已经超越了 那你到时候 你就希望说能够把那些地方拿回来 一定会有这些我们讲说领土的交换 因为不可能俄罗斯现在占领的 就刚好说我沿着这个 当年你们定义的乌东里头 我就站到这里 一定会有过去的 会有没有占领到的地方 那到时候可能就会有一些领土的谈判 那我觉得乌克兰今天做这个动作 就是一定是让第一个让普丁谈判 会觉得没面子 刚才蔡委员讲的 你可能会觉得 哇怎么搞 百命一输 怎么就让乌克兰进来 这个时候可能 俄罗斯里头会有压力 说普丁你搞什么 说不定我们真的没有这么强 我们还是进行谈判 也可能会有谈判 所以我觉得双方其实都在为谈判做准备 就是谈判之前 大家都要展现一些强势 我不知道离婚的夫妻 在这个上面 有没有做这一类的东西 就是先展示我的实力 然后再做谈判 最近我们来关心 俄乌战争的最前线状况 现在持续正式进入到8月份了 俄乌战争的最大变局 来看到是来自彭博社的报导 首度证实了 好 第一批我们可以看到F16 已经在8月1号这一天 成功地抵达乌克兰了 腾讯网也做了报导说 第一批的F16总计是6家 全部都是来自于荷兰 对此克里姆林宫的发言人 培斯科夫他相当不适 他也放话说 这些战机根本就是会被逐渐的 被击落的 华府智库则做分析 JPF16的核心任务 包括要压制 主要看到了 是压制以S400的凯旋式防空飞弹 为首的俄国防空系统 S400到底有多强 我们在观众朋友稍微了解 它的小档案 雷达最大探测距离600公里 能够同时跟踪目标 数量达到300个 飞弹分为最远程 还有中程跟近程 而最远程的部分 可以看到远程最高达到11.3马赫 好 我们关心面对俄罗斯强大的 S400防空飞弹系统F16有办法来成功的做压制吗 F16会像克林姆林宫发言人所说的 一架一架会因此被击落而减少吗 舰长如何解读 现在大家对于S400有非常多的疑问 真正的原因也就是S400事实上来讲 在俄乌战场上的表现并不好 但是我们必须要这样子澄清 S400之所以它的效果并不好 不是它的拦截效率不好 而是实际上来讲 它太早就被无人机标定 然后直接用无人机攻击 而不是由战机从空中攻击 那其实S400我们来看看它的一个结构 因为其实它的结构跟S300 其实是一模一样的 那唯一的比较不同的部分 也就是说有关于它的飞弹的飞行的距离 变得更远 然后有关于说它的这些射控雷达 它也已经全部像美国这样使用 AESA这种相位阵列雷达 所以它的能力绝对不差 然后它其实就是我们从这个预警雷达 征收来之后 然后它会征收到这个飞机之后 然后它由这个我们刚刚讲到的 这个射控雷达锁定之后 然后直接发射飞弹拦截 那这一个环节里面 大家会觉得这个俄罗斯的系统 感觉上好像都大而无道 这个就是真正F-16需要当心的 为什么 因为它这一种雷达为什么这么大 因为它有效的可以征收到这种逆终的战机 但是F-16大家不要代换成我们台湾 现在使用的F-16 Viper 因为我们用的是最新的一个构型 可是实际上荷兰给乌克兰的是最旧的构型 也就是一般来讲 它就是最早以前F-16的AB型的这种构型 AB型的这种构型 如果按照最早开始从J-79的构型开始 到现在来讲已经45年了 而且美国敢不敢把最先进的 无论是电子战夹舱 或者是我们之前可以看到 Sniper这种可见光的标定系统给乌克兰 其实都是个问题 其实美国不一定是不相信乌克兰 真正的原因是怕被挤落之后 这个最先进的科技又被战场被俄罗斯拿走了 那获得了 所以它真正的疑虑在这里 但是如果我们看到 刚刚主持人有讲到说 已经在8月1号抵达乌克兰 其实更早之前 他们就已经开始执行任务了 那这些执行任务 它是从罗马尼亚的机场起飞 所以我们看到克林姆林宫的发言人 他才会讲说 如果罗马尼亚你在如此的容纳F16的话 我就连你的机场一起打 那可是这不过是企划 因为罗马尼亚是北大西洋公元组织的会员国 那这个是之前我们看到的照片 这个就是F16 那这一个之前 我曾经谈过 这个只有单独一张照片 没有其他的来源 可是现在来了第二个来源 这个来源也是F16 但是它的有关于识别的部分 就是它上面上的各种涂装的部分 是很类似的 所以我们可以 但是我们来看 当初它的这个机宝 它的机宝 跟我们一般看到的机宝 那种钢筋混凝土 甚至还有钢门的设计完全不一样 它这是木造 那也就是我们更可以相信 它更早之前 就已经进入到乌克兰的本身了 那现在的作战 其实最重要的是 世俱外的决战 而不是说我们进行这种 缠斗的作战 那世俱外决战 最重要的是什么 是之前已经有北约国家提供给乌克兰 这个预警机的部分 它这个预警机其实跟中国大陆的这一个空警 空警200其实是非常像的 那大陆称之为这个网名 称之为这叫平衡目 就像我们现在奥运的体操选手的平衡目一样 那它可以 因为它也是北约的系统 它可以跟现在所使用的F-16 做一个Data Link 然后可以提早获得目标 可是最大的问题在哪里 在于乌克兰这些飞行员 他们原来使用的都是米格29的这种战机 而且他们对于这种系统化的这种作战 不完全了解 那他们现在为什么接机的人这么少 因为它第一个难关就是要先把英文学会 英文学会之后它要打破以前对于俄罗斯系统的这种战机的运用 然后直接融入到美系的这些系统的使用 那个是大家不要认为很简单 那是非常困难的 因为我们在训练部队的时候都会训练到那种肌肉反应 可是以前你是俄罗斯的肌肉 现在你要变成美国的肌肉 那你再要经过一个转移 那问题你经过一个转移的过程当中 你稍微有所辞职 你就可能被俄罗斯攻击了 所以我们这样讲 现在的战果还很难讲 那至于说S-400的拦截能力 那为什么大家这么喜欢用 它有一个最大的特点 它可以跟S-300 就是旧式的防空飞弹一起综合使用 也就变成说 我不是像跟美国买飞弹一样 我要买SAD SAD是一个系统 我要买爱国者 爱国者又是一个系统 我要让爱国者跟SAD联合起来 那又是要付一笔的一个费用 它才能做它一个系统交练 那这个也就是美式系统最大的问题 可是俄罗斯它从S-300 甚至S-350到S-400 都是同一套系统完全可以接轨的 这个也就是S-400的最大的优势 是 好 谢谢舰长帮我们做这么详尽的一个分析 那F-16进来之后 真的有办法反转战局吗 我们请网友来留言告诉思敏 因为刚刚其实舰长也特别提到 就是F-16是荷兰旧型的 已经到四十几年前的一个F-16 真的有办法扭转战局吗 我们留言来做讨论 我们持续来看这场战争 乌克兰的外长库列巴 七月底访问中国大陆之后 最新消息 他也邀请了中国外长王毅游来回访到乌克兰 那希望他能够来亲眼目睹 俄罗斯在入侵之后的一个后果 王毅他也表示他有兴趣去看看 那我们看到现在中国介入调停有望 但是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这个时候却跳出来说了 他说基辅不希望中国大陆担任调节者 而是希望大陆可以对莫斯科施加更大的压力 来结束这一场战争 我们看到中国大陆希望能够来调停 但是泽伦斯基这个时候忽然说了这一席话 到底怎么一回事 我们看到泽伦斯基跟他的外长库列巴 他似乎感觉不太同调是在玩两手策略 还是乌克兰内部现在对和谈会有不同的一个看法 温嘉老师怎么解读 我想这个泽伦斯基跟他的外长库列巴 既然是他外长应该是会口径一致 但是发现没有 因为当七月份他们外长回来之后 马上这个泽伦斯基马上改口径 说他不希望中国来调停 当然这个泽伦斯基的考量我觉得又会几个部分 第一个当然就是美国 美国可能当然就美国认为说 怎么会可以让中国来调停 所以美国可能有给他压力 第二个是本身内部的压力 你像这个战争从2022年的2月24号打到现在 为什么要打 他们就是要捍卫他们的主权 跟他的领土完整 所以会让那么多精力 牺牲那么多的人 怎么可以就轻言就把它听掉 那是有内部的一个声音 那当然他也要强化谈判的地位 因为毕竟是塞纳 对不对 百态 就说这么好搞定 那这个事又就没有要筹码了 我们就反正他要先 治愈中国不受治愈中国 所以他认为说先来搅局一下 那此外当然还对中国的角色有警惕 因为这个资论斯基他认为说 他跟这个乌俄战争这段时间来 他认为中国跟这个俄罗斯是互通团取 对不对 他认为说怎么是黄鼠狼给击拜年 有这种感觉 当然怎么是警惕他的作用 但是我想这个库列巴竟然是他的这个 是他外长 他可能当初也是考虑到他国际外交 包括他的这个战略灵活 所以他也去邀请他 那所以刚才讲到一个问题就是到底是内部分歧或两所策略呢 我觉得都有可能 因为如果说是这个不同观点的反应呢 那可能反应到可能他们面对不一样的 因为本来这个库列巴是受这个资论斯基人的意思去 去访问中国嘛 那可能回来之后呢 可能美国压力国内的压力 所以他只好自己轻上火线来自己打塞车嘛 这我想说是一个一个内部分歧 但是也可能是两手策略 因为呢 其实每个国家可能他有他的两手策略 这个且战且合嘛 对不对 那我想呢 这个就这样子 如果说 这样可能保留呢 给对方对话的可能性 但是呢 我想 在这种策略呢 可以在不确定的国际局势中呢 这个乌克兰可以赢得时间跟空间的一个优势 是 谢谢文家老师 刚刚老师提到 可能是来自于美国的压力 或者是内部的压力 同样一个问题 郑永老师又怎么看 好 我们先看到 其实最近有一些变化了 第一个 就是 泽伦斯基自己态度有一些模拟两可 他也倒不是说 他不愿意和谈 第一个 因为他邀请这个俄罗斯来参加 他在11月这个和平峰会 俄罗斯已经表示说拒绝了 所以他当然现在 要稍微转一个说法 让自己有一个台阶下 但是还是继续推进了 第二个是什么呢 第二个就是说 他现在其实也看到美国的一个变化 因为拜登不选了以后 有可能民主党还是会连任 民主党如果继续执政的话 那么拜登的这个政策就会被延续下来 所以他就会有一个比较强大的支持 所以他当然对于他和谈的条件 他也可以变得更强硬 当然我了解到就是说 我的解读会认为说 对于拜登政府来说 即使支持乌克兰是他的既定的政策 他当然也乐见于这个双方能够缓和一些 能够有一个和谈的这个初步的这个征兆 要不然不会让这个和平峰会 第二次和平峰会在11月美国大选前举行 那自然是拜登也好 整个民主党都希望看到和平有一点 有一些曙光嘛 所以泽伦斯基最近这两天在这个法国世界报 接受访问的时候 他讲的是什么 他说要乌克兰放弃土地 是非常困难的决定 他不是说不可能 他不是说不能谈 他是说是很困难的 那包括就是说 他对于中国的大陆的这个说法 其实也可以放在这个脉络里头去理解 其实他也是在跟这个拜登政府也好 或者跟未来的贺锦丽在进行这个谈判 进行这个要价的过程 因为他跟贺锦丽过去的互动 其实对泽伦斯基来讲不是那么愉快 他们第一次的互动是在2022年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前他们的见面 在那一次见面里头 贺锦丽其实当时曾经要求这个 当时曾经跟泽伦斯基讲过 就是说美国如果俄罗斯真的入侵 那美国会制裁 但是泽伦斯基希望美国能够采取先发性的制裁 然后也希望美国承诺就是在 如果俄罗斯制裁的情况 俄罗斯入侵的情况下 美国能够提供先进的武器 不过当时拜登的政策 拜登政府的政策 通过这个贺锦丽来传达 这两项都拒绝了 所以其实他对贺锦丽也不是那么有把握 这是为什么他现在又要开始有点拿窍 就是也希望跟贺锦丽 未来的这个如果贺锦丽当选的话 也跟他能够要价 好 这段回来来关心 打了真正两年半 俄乌战争11月份就要正式告终吗 因为现在就算F16已经到手了 恐怕都没有用 泽伦斯基的专访当中他透露 他在11月底前要制定一项和平计划 这个时间点很敏感 因为他就紧接在美国的大选之后 我们先来看到了 泽伦斯基他最近是接受了NHK的专访 他是这样说 他说已经准备好 要跟中国大陆来会谈 希望直接确认中俄生化关系的真实意图 而且泽伦斯基这样透露了 11月底前他会制定一项和平的行动计划 所以外界认为这看起来 俄乌战争接下来和谈是不是有希望了呢 但关键他说结束战争有三个因素 第一个要耐心 再来要得到支持 还有就是外交压力 这样才能公正的结束这场战争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了 其实这一次在泽伦斯基发表这个谈话专访之前 其实乌克兰的外长是有去中国大陆的 跟王毅见了面 其实很尴尬 大家都知道在哪里见 在广州他连北京都踏不进去 我们来看到BBC这样分析的 乌克兰外长他访中国大陆四天了 他完全没踏进北京 这反映了是不是大陆其实对于他乌克兰的态度 有点冷淡 甚至是打发意味比较浓厚呢 反观你看这次巴勒斯坦代表都可以进去北京了 但反而乌克兰不行 是不是还是要考量他的兄弟普丁的面子 那当然现在关注到的是 在美国国防部最新消息传出 就是他还是要援助乌克兰 最新的军援又来了 价值大约是17亿美元 提供什么 提供炮弹 像是155公里 像是105公里的炮弹 还有高机动性的多管火箭系统 这些都是现在乌克兰非常需要的防空弹药跟炮弹 所以想跟大使先来聊聊 其实这场战争真的打了两年半了 泽伦斯基是不是也意识到 现在看起来整个局势对他们来说 都是相当的不利 绕了一大圈 他竟然还去找上了中国大陆 他觉得大陆比较能当何事佬 当然了 这已经很明显了 泽伦斯基都已经讲出来了 对不对 那基本上就是说 这场战争其实我们很客观讲的话 以现在乌克兰自己的实力 尤其军事实力 他是撑不下去的 他打的每颗炮弹都是靠美国 跟这些他美国的盟友支持的 包括他的经济也是靠外援 所以某种程度上来 我们就认为他基本上 他是等于说是 北约美国跟一些欧洲国家的佣兵 帮着他来打俄罗斯而已 那如果美国跟 美国主要是美国的立场改变的话 他想打他也没有弹药 他怎么打 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泽伦斯基来讲的话 他面临就是说美国可能会变天的一个因素 那当然拜登是希望这样才能打下去 因为拜登曾经阻止过好几次 这个俄乌和谈的这个好可能性 对 因为普丁也说当时就是说开展 刚开始的我们记得很清楚 俄罗斯的大军把基辅团团围住 然后撤出的时候本来就已经开始谈了 而且在战争的初期 俄罗斯跟乌克兰的这个 不只是外交部门 他们的军事部门也谈了好几次 后来都谈不下去 因为美国从头到尾都反对 拜登从头到尾反对 俄乌战争停火 所以就是说到现在 可是拜登已经出局了 对 要反转了 那你也不能说贺锦丽一定就是 拜登政策的一个拥护者 对不对 可是如果是川普的话 川普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 他上任他可以一天就会结束 而且共和党的政纲里面 有一个非常明白的一个政策 就是说防止第三次世界发生 然后要尽快的 在欧洲及中东 重建和平 这是共和党的政纲 这也是川普 讲了很多次的他政策 那前一阵子 这个泽伦斯基跟川普直接打过电话 那他打他 泽伦斯基没坑齐 所有的这个俄罗斯的侵占乌克兰的领土 都有弹性出来了 那当然这个我们看很清楚就是 美国方面出了变化 也就是你今天你在台面上 哇这个风起云涌 后面的这些老板态度变了 那这个游戏还玩不玩得下去 就是一个大问号 可见泽伦斯基 他已经在为这个 可能到来的一个川普的一个时代 他已经预先有做布局了 那为什么早上中国大陆呢 你记得战争开始没有多久 中国大陆公布了一个 中国大陆对俄乌战争的十二点意见 这里面有一条乌克兰 我想到今天大概还很感激的 因为中国大陆说 要尊重国家的领土主权完整 那这一点的话 我想就是泽伦斯基 他可能他觉得他可以 信赖中国大陆 来帮他处理这场 即将要展开的和谈 是的的确很关键 那这样找我们一起来看 那当然泽伦斯基 现在定的这个时间 十一月底其实也很敏感 基本上就是美国大选后了 这个时间也恰恰好 那你怎么来看 基本上美国现在最新的军援又来了 因为毕竟现在还是拜登 这一批军援你觉得对乌克兰有用吗 现在西方的军援 是不是只是让乌克兰就撑在那里而已 的确他就是撑在那里而已 而且泽伦斯基刚刚 正如主持人所谈到的 就是他希望确认中俄深化 深化关系的真实意图 这个泽伦斯基真是开始飘了 中俄关系是你可以过问的吗 那根本就是你管不着的 而且美国已经把各种先进的装备给他 之前给了他弹簧刀 结果呢 他说很难用 然后之前给他M1 A1的主战车 结果被俄罗斯拖到俄罗斯的广场上面去当作战利品展示 好难看 对非常难看 那也就是说在这场战争打下来 我们可以看出来当然是两败俱伤 但是泽伦斯基打到一无所有 但是现在F16要来了 那这个是网路上的一张照片 不过我必须要先跟各位观众报告 这只有一个来源 那所以也就是无法查证它的真实性 但是为什么会拿出来用 我们可以看看它基保的这个结构 根本就是一个木造的结构 跟现在乌克兰的环境 其实真的非常像 那但是他拿到F16到底有没有用呢 其实没有用 为什么 因为他的这些他取得的F16 都是什么荷兰啊挪威啊波兰啊 这些国家太处的 他的F16不是我们台湾的F16Viper 他是F16AB型 最早一款的 虽然他可以加挂各种的飞弹 但是他可以在空中存活多久呢 他如果遇到苏凯35是什么状况呢 苏凯35我们来看 他的最高速度可以达到2.25马赫 可是我们对照F16来讲的话 他的最高速度呢 也就只有2马赫 意思就是你跑不赢人家 差这么多 对 然后再来讲推重比的话 也就是我可以带的弹药的 那个比较多啊 是1.3倍 那如果说我们来看到F16的话 只有1.06啊 所以根本不是一个对手 然后接下来我们讲说 现在我们有很多专业的网友都在说 现在的作战都是四具外决战 四具外决战你讲什么 那个蟬斗的问题 我们就来讲四具外决战 四具外决战 我们现在看到黄色这个是F16 它的一个它所使用的APG66 66雷达它的征收距离就是这个蓝色的这个位置 可是我们相对的看苏凯三十 它可以在你还没有侦测到它的时候 它已经侦测到你的存在就直接 就红色范围是它的侦测范围对不对 你看它整整多了它一倍的距离 所以我们这样讲 那个哲伦司机拿到了F16 其实也没什么用 数量不足 而且呢 它的人员换装要去学习英文 学习是什么样子 那才是我们要接下来继续观察 所以教授你怎么开 我们就讲到它能不能使用好了 我们讲乌克兰 乌克兰现在它有培训嘛 它有培训因为飞行员要去开 它现在能够开的大概就是20个人 20人当中 十台十价而已 对 你说F16一台要配这两个人 顶多就开十价 那你十价能干嘛呢 所以你要靠F16去反转 这个整个俄乌战争的一个战局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有悬念的 但我觉得在整个的一个 乌克兰的明星世纪上面 或者是它可以用的 国际宣传的一个策略面向上面来讲的话 会有相当程度的一个加分 但是我坦白讲 实际面向上面局限性非常非常高 第一个来讲的话就是说 这些飞行员要能够驾驭 这样的一种高阶的一个战机 它这个技术要非常非常的纯熟 那你技术没有办法纯熟的话 你没有办法产生这整个高效的一个战斗的一个效果 这是第一个部分 当然就有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局限性 那第二个也就是传出来说 今天有一些F16的一个战机 for乌克兰的是先停在其他的一个国家 那所以呢就传出就是说 俄国可能要打击这些国家的 所停放的F16的一个 for乌克兰的一个战机 那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就会不管是真还是假 就会让那些停F16战机的一个国家 产生相当程度的一个压力 那如果乌克兰要跟那些国家去 细部去做一个谈判来讲的话 其实我觉得也有相当程度的一种 复杂性跟困难性 那第三个来讲的话就是说 其实现在拜登政府 虽然有既定的一个对乌克兰的一个政策 但是呢贺锦丽他今天如果要胜选来讲的话 他有没有可能在整个乌克兰的一个政策上面 跟拜登有相当程度的一种区隔性 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也是相当程度的一个变数 那泽伦斯基有没有办法去牢牢掌控这个变数 我觉得也会有非常非常大的变数 重磅聚焦带你来掌握 打了两年半了 这真的要结束了吗 讲的是俄乌大和解 全世界都在等这一天 日子看起来似乎越来越近了 因为大陆出手了 而且抢在美国大选之前 北京当起了和事佬 俄乌的和谈现在真的会在大陆上演吗 因为现在乌克兰真的叫做越打越挫败 甚至还怪起自己人哦 我们先来看看这张关键的照片 7月24号就在广州这张照片对外曝光了 中国的外长王毅会见了乌克兰外长库列巴 两个人和谈 手握手谈了什么呢 针对了俄乌的谈判来做交换意见 好乌克兰现在表达了他这样的看法 只要坚守两个原则 愿意跟俄罗斯来做谈判 第一个原则就是没有乌克兰的参与 就没有关于乌克兰的协议 言下之意乌克兰一定要在场 再来要完全尊重乌克兰的主权跟领土完整 这个领土完整就是这一次和谈的最关键的争议点 稍后我们来好好聊一聊 另外来看到了 那王毅也给出了很正面的回应哦 说会继续扩大乌克兰的粮食进口 推进中欧关系 也愿意为和谈跟停火来发挥它的最大作用 好那至于俄罗斯呢 俄罗斯这一次也给了一个蛮乐观的看法跟态度 我们来看一下了 俄罗斯克里姆尼公的发言是这样说的 他说啊其实泽伦斯基早就借满了啦 今天五月任期就借满了 应该要选举了 但是他没有选 所以他的统治的合法性是有问题的 不过现在对于这场俄乌的谈判 他们还是保持着开放态度 哇那大陆现在和事佬当的其实蛮积极的哦 我们来看一下了 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毛林就说了 现在啊这个大陆要派他们所谓的欧亚事务的特别代表 7月28号李辉就要开始启程了 要去哪里呢 访问巴西访问南非访问印尼 要为接下来乌克兰危机展开第四轮的穿梭外交 目的就是要重启这个谈判的累积条件 好我想先问一下了 我们想问一下这个黄教授 可以看到北京最近真的很积极 他就想当这个和事佬 包括其实在俄乌战争之前的这一场巴勒斯坦 巴勒斯坦本来地区分裂的哦 现在在他的作合之下 现在这个地区分裂也开始讲和平了 那紧接着你看看 俄乌战争的关键谈判又要来了 所以中国大陆最近这个和平建设者的形象 是不是一再被吐血 这很明显是中国大陆在最近的 跟西方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集团的 外交战里面 他的一个布局 主要就是因为在经贸或者科技上面 反正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 而且美国以他的国际话语权 大量地散发在全世界 说中国大陆的不是 中国大陆就算他喊冤 但是他也没有太大的效果 所以我觉得他现在就是利用 这样的一个和谈促进者的角色 希望可以让国际上看到中国大陆 并不是像某些西方政府或是媒体讲的 那么的穷凶恶极 那么的不做好事 这是两边争取国际舆论的各自的一个做法 但是中国大陆这样的做法 也说实在 他也不是完全是因为美国在川普的后期 就大概在18年的中下期之后 开始压迫中国大陆之后的反应 并不是完全这样子 因为其实你可以看到 从17年开始 中国大陆 中共的党章里面 已经纳入了叫做 全球人类命运共同体 这个概念 然后18年就写入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那这个写入宪法 当时大家说 哎呀你可能只是嘴巴讲一讲 说我要做个好人 我要做个和平促进者 但是呢 并不会有什么实质的举动 那我个人研判是 中国大陆有这样的一个政策宣示 但是到底要怎么做 或许还不知道 但是发生了俄乌的冲突 发生了以哈的战争 再加上美国在国际上 我刚刚讲的 一直给它全面的压制 中国大陆想说 好吧 既然这样子 我前面的构想我都有了 那我就把它落实好了 所以我们才看到了 目前很多一些配 对配套的战略 包括像这个全球安全倡议 这全球安全倡议 也是中国大陆提出来的 提出来之后呢 里面包括 当然有些我们常听到 像维持传统安全 跟非传统安全 然后要维护国家主权 领土安政 还有呢和平协商对话 这些其实都很正常 我们已经念国际关系 听了不下数万次 可是呢中国大陆 找到了它可以发挥的契机 就是我刚刚讲的 俄乌跟中东 所以中国大陆现在 一路做下去 美国反而大家觉得说 你好像在俄乌 就是在那边做一个卡关的角色 在中东呢 原则上你还是支持以色列 只不过你不敢那么明显的支持 因为以色列的这个 不成比例的报复 好那最后我要讲就是说 从目前中国大陆 这样的做法看起来 我觉得第一点 它跟美国呢 就是说我们做一样的事 但是我们找的对象不一样 所谓什么叫一样对象的事 就是我们都要促进和平 一样的事 但是找对象不一样 包括刚刚讲的北京宣言 巴勒斯坦14个派系 这真的是不简单的事情 而且北京宣言以后 在研究中东历史的时候 就多一个 除了你看到什么 大卫营协定 什么什么奥斯路协定 有个北京宣言了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我觉得中国大陆 慢慢的从被动变成主动 过去像俄乌冲突 人家说你应该可以当个和谈者 他都没有介入 对 他都慢慢的说 我们希望这个冲突应该和平 协商解决等等等等 但是从来不动 现在慢慢开始 从被动变成主动 为什么的关键呢 因为这其实是乌克兰的高层 第一次进到北京去 跟北京的这个网易台 外长第一次 对 所以这是不是算是说 其实也赶在美国大选前 因为川普要上来 如果 现在看起来 其实是很旺的 这是一个川普的变数 所以让大家觉得说 以前我的那个行为模式 可能要改变一下 因为我必须要避险了 但是呢 刚刚反过头来讲 那中东就不用讲了 就是北京宣言 当然就是北京很主动的嘛 但是美国呢 反而我觉得 他从一些主动慢慢变成被动了 因为他很多事情 又卡着国内的选举 又在各地的这个冲突里面 他的立场太明显 所以导致他不能够变成一个 非常有效 可以运作的第三方 是 好 所以看起来这个契机 是越来越明显了 那我们想跟张教授一起来看 就是说其实现在不只是 外部上的压力 看起来的政治变化 内部上来说呢 因为其实好像 这个乌克兰自己人民 也受不了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最新的民调 做出来的结果到底怎么一回事 这个是在基辅的国际社会学的研究所做的最新民调 现在32%的乌克兰人 同意某种形式的领土让步 而55%还是反对的 虽然说比例看起来现在反对人多 但是我们要去猜解一下那个数字 30%其实已经算高了 为什么 因为一年前只有10%的人同意 去年底只有19% 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 已经增加到了32%了 所以其实乌克兰人自己也打得很累了 现在对于他们来说 整个领土完整这样这四个字 似乎不再这么追求了吗 尤其庄教授你看 乌克兰人真的打得很疲惫 最近你看国际生事什么 奥运正在登场了 乌克兰人自己的运动员都暂时在前线 他们似乎也没有办法这么完整的去参与这样国际生事 所以他们自己人也疲累了 你怎么来看这样的一个民调 现在似乎同意领土换和平的比例上升了吗 本来叫做寸土不让 可是这个民调现在似乎出现关键的变化 是的 这是真民调并不是假民调 事实上台湾在报道 俄乌战略的消息是先天不良 后天失调 所谓先天不良是我们并没有派记者过去采访 大多是接收外电消息 后天失调是因为要呼应政府的外交政策 比较支持乌克兰 但这是货真价实的民调 它的民调来源是来自于KIIS 我们翻译成基辅国际社会学研究所 也有媒体翻成基辅国际社会学院 这个民调是严谨的 因为它有把整个过程交代出来 它事实上从两年多前 俄乌战争开展就持续做下来 是一个滚动式的民调 最新公布的数据如同我们画面所示 是在5月下旬还有6月下旬各做了一批 合计1067的样本 3%的抽烟误差大概在95信心区间之内 怎么解读呢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画面所示 有32%的乌克兰民众同意某种形式的领土让步 它用的名词是constation 可以翻成让步或退让 当然所谓32%就介于29%到35%这个区间之内 但是我们要特别注意 还有55%的乌克兰民众是反对的 也就是说介于52%到58%之间的民众是反对的 这是一个相当严谨的民调 不过我也讲这是意义很有限 因为尽管有32%的民众支持领土退让 虽然说从开打初期的10%增加到32% 表示有相当多的民众厌恶战争 但是不要忘了 它并没有说明怎么样的一个退让法 它只用到一个部分领土退让 那也没有包含2014年就丢掉了克里米亚半岛 它也没有讲 那目前乌克兰全境有大概20% 1%的国土被俄罗斯控制 那是部分退让 还是这20%里面的小部分退让而已 它完全没有讲 那就好比说甲午战争战败 清廷有人认为各让台湾是一个缓兵之计 日后再透过国际干涉或是用金钱马买回来 所以即便同意领土退让 也不代表会跟俄罗斯层层投降 不过这个民调意义很有限 还要在于哲联斯基的态度 虽然有人认为它是伪政权 任情借本的不值得打交召 但是呢 这个它的态度绝对比这个民调重要 另一方面呢 美国跟北约的态度又如何 又是更为重要 因为美国跟北约投注了大量的金钱物力 成本在上面 那也不可能血本无归 所以这个民调呢 看看就好 可以表示说乌克兰民众厌战 可能渴望和平 但是离真正的停战 还有很遥远的距离 好 那衍生出来的话题 就是讲到第一个泽伦斯的态度 再来是美国跟北约的态度 我想跟建长一姐来探讨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现在前线目前最重要的战况是如何 因为这两个月感觉乌克兰的战况有点急转直下的感觉 那主要关键原因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路透社 路透社是这样认为的 觉得乌克兰最近战况急转直下的关键原因 有几大的这个理由 第一个先来看到是乌克兰自己的媒体 他们是自己这样声称的 说现在以战损的数据来评估的话 二军平静要阵亡六个人才会折损一名乌军 那当然因为双方的数字在战场上 都会有一些些的浮动上 这个我们要后续再讨论 可是路透是这样说的 最近乌克兰战况急转直下的关键原因 是因为除了第一个 他们的军政高层决策似乎有问题 再来第二个关键原因 就在于现在外界就认为了 美国跟北约没有办法有效去解决 炮弹产量不足的问题 这其实专家一开始就讲了 就是说你美国跟北约 你不可能源源不绝的一直给他供应炮弹 现在世界上战场这么多 美国自己其实也是蜡烛两头烧 所以进展你怎么看 真的是因为这两个关键原因 让乌克兰现在前线战况 真的这两个月变得特别特别的差 首先我说战场的决策 你只要打输 你都是决策不好 你只要打赢 你都是决策好 所以说都是以结果论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这个弹药的问题 那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2024年 2024年 俄罗斯预计它的单要是400万枚 就是今年它400万枚 那除了它自己的 它有好不说从别的地方买 好不说北韩 那乌克兰呢 北约全年能够提供它52万4千枚 那美国原来它一个月生产 1万4千枚 就是它的最大量 它为了这个战争 它已经提高到2万4千枚 目前它可以生产到2万4千枚 那它说很短的时间 它要提高到4万枚 一个月 那12个月就是48万 加上原来北约的52万 就是说它们最大最大的 就100 100万 所以1比4 对 是完全没有办法打的 那有没有可能说 我举个例子 美国或者北约 你们增加生产线啊 那我是这个 好不说军火商好了 我原来是一个 对 谁来出钱也没关系 我也可以投资 因为这个可以赚钱嘛 万一下个月 我做完了 增加三个生产线 然后战争停了呢 我生产丹药给谁 你知道吗 那个三个人不会冒这个险 那这个战争还能拖多久 所以你叫它增加 它不会的 所以这个时候 你就我们真的要去问 我觉得台湾要有 这个东西做借金就是 把自己的命运交到别人手上 那是一个最悲哀的事情 你今天要打是不是 你就凭你自己的本事打 你不要寄望张三 寄望李四 那些都是不牢靠的 如果你觉得我可以打 而且我愿意打 那你放手去打 如果你把希望寄托在美国 寄托在日本 我想是不必的 这是第一个 就是不要把自己的命运 寄托在别人的手上 我觉得今天乌克兰犯的 最大的一个错误 就是他的命运在别人的手上 这是乌克兰人民的悲哀 这是谁造成的 泽伦斯奇 所以泽伦斯奇该下台了 差不多 他其实任期也到了 那舰长我想问的是 你看到现在不只是 弹药不足的情况 还有我们一直讲的F16 F16现在马上就要到了 可是问题是像乌克兰 自己的总司令都说 他可能功效真的有限 理由是什么 我们来看一下乌克兰总司令 怎么讲的 因为他说第一个 俄罗斯拥有的空中力量 跟强大的防空系统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 你考量到 你有可能会被击弱的风险 所以就算F16战机来了 他只能用在距离前线 40公里 或是更远的地方使用 也就是说以白话文来说 他的地面部队 根本没有办法靠这个F16 获得喘息的空间 那你怎么来看 就是说就算F16驻证 好像你对于这个二军 你也是不太有办法 能够击溃他 F16能不能发挥 什么样的作用 完全看他的敌人是谁 如果他去打夜门 胡塞组织 那是天下第一大利器 没有任何的人能够拦截他 可是偏偏对不起 他面对的是俄罗斯 俄罗斯按照全球的 叫Global Firepower 这个东西的估计 他是全球排名第二 他只输给美国 他在中国的前面 很多人认为说 第二是因为他的核武 他有这么多的核武 他当然排第二 错了 Global Firepower的 他去衡量一个国家的军力 他有50多个因素 没有核武 核武不在这个 平量的范围之内 所以你就知道 他其实俄罗斯是一个 一直以来 他的军事科技非常强大的 他是现在不行了 但是有一句话叫做 20的骆驼 比马大 他就是这样 他到目前为止 还有以下这些东西 是在俄罗斯是很先进的 核潜舰 他在世界数据数 还有一个 他的雷达电站反干扰的 就是电子技术 他非常先进 中国大陆很多东西 其实跟他在学的 他的导弹啊 巡航弹啊 火箭也很先进 我刚刚说的 这一个电子 跟这些东西的结合起来 就是什么东西很先进 防空系统 他的防空系统 号称全球第一啊 那固然最近 我知道有一些这些 说在战场上证实 他好像没有这么耐打 S400怎么样 S500当然他还没有复兴 但是未来都是 大概你 我们从他的租源啊 数字 我先说这东西好不好 我先去看他租源 他都是排名世界第一 那虽然有人说他不好 但是如果你是飞行员 你要面对这个 你要叫我拿命去死啊 我当然是躲得远远的 那他为什么躲40公里呢 因为啊 如果他拉得很高 我跟你讲 他要躲200公里以外 因为这个S400 可以倒到200啊 但是他只要低下来 那个地球曲线 大概在40 所以他只要飞得低 40是对他的一个保障 那他要怎么样用 远远的就打了 或是躲得远远的 我说远远的就要 他底下那个飞弹 可以打 可以打 可能是400公里500公里 我就打了 我就回去了 所以他在恶物战场 他能不能够扭转战局 不可能 所以他的力量是有 所以刚刚那个人说的是 是航家 专业的 他们真正的知道问题在哪里 所以乌克兰自己的这样的一个 这个司令都认为 就算F16来了 可能也很难扭转 所以接下来是不是 几乎根本就是说 现在也看得出来 所以谈判可能会是他们 最重要最重要的关键 尤其是在这几个月就要实现 我觉得如果换船 他真的会很快的就结束 为什么 他乌克兰能不能打下去 你以为是乌克兰决定的吗 不是乌克兰决定的 是美国 北约也是由美国操控 我也提醒一下两岸 尤其台北 有一天如果打起来 你以为台北能够决定打不打吗 是 有一句话说 要解厌一个国家的主权在谁 看谁有开战权 你就知道台湾的主权在谁 是 好 所以看得出了 这几个月来说 对乌克兰来说 这样的一个和谈 可能也是他们的选项之一 我们先休假军的广告了 稍微回来带你来看看 现在各国军舞的火拼赛场 西方国家真的要小心了 因为大陆恐怕是用军演 用智力巧取 就能摸透西方的战机情报吗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战略价值 强权崛起 小国生存 现在与未来 共新世界走向 掌握世界脉动 全球观点 尽在环球大前线